3G项量的基本运算CT第8题 已经知道A项量B项量不平行 而且呢OA项量会等于A项量加上K倍的B项量 那OB项量呢会等于3倍的A项量加上4倍的B项量 OC项量呢会等于-3倍的A项量加上7倍的B项量 好那我们就一个条件 如果AB项量跟AC项量是平行的 那么要求K的值 好那我们的AB项量是多少呢 我们从题目有的条件我们只有OAOBOC嘛 所以我们的AB项量呢我们就要自己凑 我们就先AO加上OB 好那AO项量呢跟我们题目给的OA项量呢 我们就是差一个负号 好所以呢它就是负的A项量减掉 K倍的B项量 好加上OB项量就是加3倍的A项量 再加上4倍的B项量 整理好之后它就是2倍的A项量 加上4-B项量 加上4-K-B项量 好那AC呢一样的方法 所以AO项量加上OC项量 好那前面一样我就不念了 好来OC项量我们把它放进来 减掉三倍的A向量再加上七倍的B向量 好所以整理一下就是负四倍的A向量 再加上括号七减K倍的B向量 好那因为AB跟AC是平行的 所以呢他们两个向量呢会成倍数关系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A向量的部分 这里好在A向量的部分呢是几比几 2比负四 所以呢B向量的部分呢也要是2比上负四 好那我们呢把它写做等比之后呢 我们来把它做云算 好2比负四就是负二分之一 交叉相乘然后再整理一下 七减K等于负八加二K 好所以15等于3K 那么K就等于5 这样我们就算完咯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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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